今天来看乔赛亚人对上萨拉伺人 这场比赛是天梯的阿拉伯蒂图 先来介绍一下乔赛亚人这个文明 乔赛亚人开局送罗车 而且他的经济加成也可以有这个强化教堂 来增加村民的采集效率 乔赛亚人开局的罗车是不能拿去驯服我们样的 但是可以拿来探土 所以前期这台罗车经济加成并不是很明显 乔治亚人后期主要是打莫拉斯帕保兵单位 每七个莫拉斯帕都会加一点伤害 整体来讲乔治亚人是打骑兵路线 但也可以打马功 但是他的马功没有拇指环 但是却有安息人战术 蛮特别的 主要打步骑作战马功策略 还有斯万塔都是很好的一个打法 接下来介绍一下萨拉斯人 萨拉斯人最大的特色是 他没有任何的经济加成 但是他的市场很便宜 买卖还有优惠 所以多多利用买卖的话 萨拉斯人会特别有优势 萨拉斯人他的打法比较偏向于骆驼系 骆驼是游戏里面血量最多的骆驼文明 他的奴兵 这个步工兵 打建筑物伤害非常高 后期也可以打马功 骆驼 还有重头火炮 大冲车 后期的科技性是非常充足 甚至连大落马都有 所以萨拉斯人 本身是一个全能型的文明 所以会想怎么打就怎么打 对萨拉斯人的问题来说是不大的 那他对待问题应该还是经济不好的一个问题 好 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两边的一个策略打法 那我们先看到 哈特的黄金在上方 左上角也有黄金 后方有石头 金子在上面 果子在后方 看起来黄金部分会稍微难受一点 但果子应该是没问题 前期应该是要打一个稍微偏均式一点 会比较好过一点 如果打偏太浓的话很容易被压制住 上方这两块黄金被控住 基本上也是GG了 那乔治亚这边是黄金在前方 果子在前方 两边都是一个前起不太好 重要资源点的一个位置 所以两边都有可能会打一个强军士 好 那全能就会前起大打出手 那看到丹尼尔这边是直接两只聪明去盖军营 没有下魔防 这有可能是要打棒棒哦 那应该是会先点封建再按棒棒 还是先按棒棒再点封建哦 这边就要来看一下两边抉择 好 这边先点了封建时代 然后待会再收一次肉 然后再按出棒棒来 这个应该是打棒棒吧 没意外的话 好 搜寸 点棒棒吗 诶 搜寸之后是经济调配去挖木头 看来是要转肉嘛 而不是棒棒开局 那萨拉圣人这边则是均匀还没有放下 果子的模仿也没放 是先开下了均匀 应该是要直接打工兵了 好 枪弓前压 好 均匀不在正前方 两边都有自己的想法在 吵 那吵架这边也是开始挖黄金 诶 这就神奇了 这应该是工兵了 而不是肉马了 哈哈 有挖黄金 就是打工兵 两边都是射箭场开局 OK 好 这里补下射箭场 萨拉圣人也补下了一级伐木 跟织布技术 挑战的这边是点下了空兵单位 空兵开始量产 好下方模仿开始制造 开始要采果子 这里要稍微围大 再围大 这样子 好下方这里要继续围 回往往下围 回到底会比较好 好 这里黄金继续 开始挖 黄金继续补 上方这里的村民 开始 捕肉 肉继续补 后面还会维持 好 布攻兵加上枪兵的打法 节制会稍微偏慢一点点 但是只要打出一个破口来说的话 就会死伤非常的大 好 红兵两兵都在慢慢出 好 哈德这边开始要撒农田 但没有下一级农 肉类是非常吃紧的 现在点一农的话可能会断村 先撒农田再说 农田稳了 再回再找机会点这个一级农 或是把这个农田耕种全部取消掉 诶 这里有洞是有发现吗 好像有 这个到底难道是陷阱 好 一级射有了 下一级的弓兵铠甲也点了 那弓兵对射的情况下 有一级弓兵铠甲 确实会有优势 最近多一防嘛 好 那这里点下了农田 再8片田 继续杀 好 这里要小心 哎呦 差点被射到 对射一下 对射一下 往前点 因为自己有一防的优势 所以想要开打 确实射出了极大的优势 对了这一防直接射出了 弓箭数量 差距出来了 好 乔治亚这里就很尴尬了 虽然我打落马配弓兵 但是一级的弓兵铠甲 这个有点坦 可能要转个毛兵会比较好 但如果这边转毛兵的话 肉可能会消耗更严重 毕竟自己都转肉马了 肉消耗实在是太多 好 这边弓兵可能要送掉了 弓兵开始往前 回头射一下 好 点掉剩下的弓兵 但是目前萨拉圣人已经升到城堡时代 乔治亚这边按了太多的弱马 四只弱马想要往回打 萨拉圣人补下了一个新的射箭场 双射箭场 继续按弓兵 待会城堡时代转奴兵了 好 墙兵开始往里面缩 放里面会比较好 好 继续按弓兵 好 一级挖金 一级农田 这里要赶快补了 一级农会记得吗 这里农田第一片田快要吃完了 剩46片肉而已 好 但没有关系 这个吃完之后农田就会枯竭 然后就会提醒杀生 这边要去点一级农 这里是先点了二级色跟弓兵 OK 升级上去 现在尴尬的是乔治亚 乔治亚这边就去转弓兵 这边弓兵没有办法升级到弓兵 升级到弓兵也需要点时间 好 这边稍微用肉马反击回去 但是也被射倒了一只肉马 好 这边想要用高打低的优势去换掉 萨拉圣人这里不太敢直接硬上 因为这边高打低 伤害其实也是会被秒掉的 弓兵的血量也是掉很快 弓马还享受 这边如果硬上高低的话 可能会被弓马贴光 好 这里点下一级的骑兵铠甲 弓兵也升级上去 两兵在这边僵持太久了 哈特的杀生弓兵也点下了弹道血 速点弹道血 这就意味着无法3TC开农了 有点偏军式的打法 好 这边不弓兵开始拿到优势 速量开始稳了 有弹道血 非常准 看到弓兵路线打不赢 开始转弩炮 炮串燥一下 好 再串 能够修回来吗 OK 村民过来修 但是直接被点到残血 被收掉了好多村民 哇 两村被拿下 现在哈特臭门处45村 打41村 冬间这里工兵去往前推 然后再转出一些骑兵 骑兵铠甲现在 现在只有一级而已 被奴兵兽还是有点痛 好 哈特终于补杀了一级农田 开始撒农田了 好 家里目前状况还行 下面这边再来看一下 就去走不工兵的话 沙拉车人破门的话 速度很快喔 看一下这边工兵打建筑物多快啊 好 上方这里有一只村民被抓掉 好 这边直接点掉两只村民 工兵还是秀得很好 好 这里赶快围个房子 毒下门口 好 上面这里七只工兵 看一下怎么打 好 等一下呢 手推车 轮轴技术 不是手推车 好 这里想要射掉 一台 第二台有机会吗 可是再继续硬射下去 可能会越来越亏 毒炮数量有点多喔 伤害有点夸张 好 僧侣这里没有办法回头招翔 直接被骑兵给追上 急杀掉了僧侣 好 僧侣这边是奴炮被歧视 双TC开农 沙拉森这里补下3TC 旁边都是一个偏农状态 待会僧侣可能会来压宝 这边17个人挖石头啊 哇 这个有点夸张啊 当然这个石头挖完城堡 就会往前插 给萨拉森更大的压力了 好 二级的骑兵铠甲也终于点下 一下之后就比较耐抗箭矢了 但有弹道群的奴兵喔 压力真的是蛮大的 好 这里点一下了骑兵铠甲 转个骆驼 后面补了一些投石车 这应该要投石车才对 投石车打奴炮是很强大的单位 没有投石车的话 奴炮就可以随心所意啊 分钟技术也补下了 下方这根城堡 有机会盖起来吗 看一下万人盖堡 恰智能压堡 有没有机会拿下 看一下这里 操作如何 好 这里盖堡 萨拉森看到反应是 选择绕干吗 还是要买一根堡 但是没有资源可以卖堡 这里城堡没有办法买 下方资源可能被控 萨拉森全部往北走 这里要找机会挖个石头了 好 把这些田全部低掉 细节都做好 把农田删除掉 才不会被乔治亚 这边夺取农田 萨拉森点下了品种 现在品种有了 待会也会很好的 可以进攻 那这边应该是会主打骆驼 这边骆驼血量特别的多 145滴血 哇 这个血量非常的猛 喬治亚人 是比较害怕骆驼单位的 这里遇到骆驼的话 看要不要转一些枪兵出来打 本来莫娜斯帕 虽然近战防务力高 被骆驼打也是会暴血 这里龙炮数量有点多 7台 城堡盖好 莫娜斯帕继续量产起来 但是一进去就看到有四只僧侣带着 好 结果两只莫娜斯帕被招降掉 后方骑士来一个多线分推 抓到了一些村民 好 抓到了就撤 这边骆驼数量有点多 回头打一下 但是骆驼应该是可以轻手解掉 血量优势非常的厉害 好 这里想要再抓村民 还是直接回家 好 顺利拿下了城镇中心 现在乔治亚人没有办法升帝王时代 沙拉圣人也没有办法升 两边的经济都不是很好 毕竟沙拉圣人是一个城堡时代初期 速点弹道雪的打法 所以现在经济自然就没有那么好 好 空车回头打了一发 砸掉了 好 这里再压一根堡 哇 这根堡又再压下来 沙拉圣人真的是爆炸了 虽然现在石头很多人在挖 但还来不及 能盖一根堡 这里可能要选择放弃砌手 好 这里用村民想快去射 盖堡村民们 那还有70% 30%才会盖好 好 这里要决定要撤出前线了 好 但没有打到最后一刻 有点可惜哦 好 敲打这里是两根堡 可以继续量产莫娜斯帕 城堡一波流 感觉是有机会的 好 但左上角开始慢慢撤 城堡待会的位置可以考虑补在这里 或者是补在这边的位置 高地这个位置都可以 后面这里暂时不要理会比较好 但没有一根城堡在这里守着的话 很容易还是会从后面来 右边这里的农田也要赶快全部撤离了 多纳施塔 这个乔治亚宝推 很久没有看到 待会会不会转银罐呢 这个施罐塔 好 那下方这里是补了非常多的农田 但这里农田都没有人在种 这应该是有一些特殊的经济调配 不想让肉这么多 但是这里肉不多 就很难生帝王时代 那沙拉圣人这里已经很顺利地点下了帝王时代 好 城堡果然不在了主兵的位置 那这边的话 使用自己的奴兵加僧侣 把这个敌方单位给逼出去 农田中心终于被拆除掉了 沙拉圣人这边是双TC继续浓 村民处现在是112村对上88村 这际上还是有优势的 大概赢了大概2600的资源 好 双TC继续补 现在只能靠这一坨附近活存活了 好 这里再压过来 奴炮被投石车还有莫娜斯帕 这个压制力非常的强大 好 这里帝王时代是用后面升级 所以不用怕帝王时代被退款 好 这里压保不成 只能往后撤 他在后面的位置 好 看这边有点尴尬 这里投石车在 奴兵也在 莫娜斯帕要不要去后面进攻呢 好 手推车 现在也补不下了 小资亚这边手推车补得很早 莫娜斯帕还没有补 好 莫娜斯帕抓到了一些村民 这里稍微围一下 想要把这里的莫娜斯帕给围住 用骆驼去解决 但骆驼数量有点少 应该是有点难打赢 这里势必要使自己只村民才行 哇 结果这个骆驼血量太惨了 全部骆驼残血活了下来 乔治亚有点尴尬 哎呀 杀生生帝王了 这里赶快补个城堡防守 投石车砸一下 把炉炮砸光 好 再砸一下 炉炮还有两台 小心城堡 城堡会把投石车给射掉的 OK 解完之后 乔治亚现在的经济是96村 对111村 臭临处两天差距 还是有一些在的 好 这一个边打边搬家 杀生了实际上的经济状况 还是稍稍领先 但其实并没有领先太多 乔治亚这边是直接轨短4TC开农 开始把经济要把它拉好 这里看一下有没有细节做好 补这个强花教堂 现在只有一个 像这个地方 也可以补个一个强花教堂 还有这个地方 活在黄金地方 也可以让这里的黄金的村民 跟农田村民 都可以增加采集效率 这里是很发音的 乔治亚现在是没有太多的心思 去补强花教堂 忙着打架 好 这里补下了一堆射箭场 乔治亚帝王时代 也可以考虑转火枪 那现在这个情况是奴兵太多了 先转战矛 可能会更重要一点 那如果现在转战矛的话 就势必要城堡打帝王 要打到头破血流了 好 萨拉森 这边是转了一些奴隶兵 然后继续按骆驼 好 这里看到 莫拉斯趴过来 三级射没有 好 先鬼转僧侣 萨拉森的僧侣是很厉害的 打僧侣战也没问题 好 射掉这支奴隶兵 好 正面的巨型托斯基 开始在拆除城堡 一根 两根 三根 这三根城堡可能都会掉 那如果乔治亚这边城堡 全部都被拆光的话 莫拉斯趴就不能生产起来咯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乔治亚人没有莫拉斯趴 就好像那个酱汁一样 失去了灵魂 没有酱汁的料理 没有试吃的必要 莫拉斯趴也是啊 没有莫拉斯趴的乔治亚 没有玩的必要 所以乔治亚这边待会要思考一下 如果城堡没了 待会要转打什么呢 好 结果又把城堡补在外面 哇 这个就是我们频道 刚开始看到乔治亚这个文明的时候讲的 乔治亚人胜率会低弱 大家有个问题是 因为他的城堡都补在外面 城堡一倒光 没有莫拉斯趴 优势就变得很小 很容易就会战败 那丹尼尔这把也是用保退的方式 去进攻 石头消耗的特别凶 但是还好这块石头还能继续挖 要是这个石头不在这个位置 他的石头可能就没了 还好这里还有 这里也有 只要控好石头 乔治亚就还有希望 但是巨型投尸机又来 这个城堡甚至盖不好 变成倒城堡 而且后面三台巨头 正在盖的城堡 拆除的速度是非常快的喔 哇 这里血量只剩下1700滴 就算盖好 可能也没有办法夾起来 但后面莫拉斯帕开始 拆除巨型投尸机 这一波拆得很漂亮 阿尼尔这波打得非常nice 后方的巨头全部收干 快烧起来城堡赶快修 修理非半价 诶 不先修吗 都已经修到阿尼了 好 村民放出来 敲一下吧 把这个城堡给修理起来 好 现在是两根城堡 就去按莫拉斯帕 莫拉斯帕造价很便宜 只要有城堡就有希望 那这边第三根堡要插在哪个位置呢 感觉插在野外部分不错 可以考虑插这个位置 或是插这个高地 如果是我的话 我也想要插在这个位置 稍微守护一下这个区域 或是这里 三片墓区耶 对不对 这里就蛮香的 那以丹尼尔这一波的打法来说 应该是会继续把城堡放在家门口的位置 不在了后方 如果是不在了后侧 那这个城堡是最后的莫拉斯帕生产线 下来是三根城堡 可以出莫拉斯帕 撒拉生人 这边是点出了二级 骑兵铠甲 经济上来说 两边经济只差了2万2的资源 上来撒拉生人 这边经济是以2千多的资源 但是并没有办法很理先对手 毕竟这些农田刚刚都被控住了 经济来说并没有这么好 好 这里吵架 点下了化学 三级攻 好 正面硬扛 莫拉斯帕打路头现在很痛了 现在是金瑞莫拉斯帕 攻击力14加5 莫拉斯帕到了后期 攻击力可以高达22.3害 14加8 但是现在要来到 28只的莫拉斯帕 还有可以增加更多的伤害 好 这里正面直接硬起 29只莫拉斯帕 直接突破了骆驼的防御 太强了 莫拉斯帕 直接硬吃骆驼 那遇到这个情况 莫拉斯人继续出骆驼 会有优势吗 还是要转个奴隶兵呢 开始拉打 去做一个操作 可能就有机会 比较好打 但骆驼来说的话 操控力需求会比较低一点 只要上去A 就完事了 好 后面果然乔治亚 转出了火枪 有火枪的话 有个远程单位在后面输出 也不错 好 巨星托斯帕 再次选择了攻城 莫拉斯人这边的状况是 黄金开始越来越少 点下来伊斯兰医院 让僧侣有这个范围补血的效果 好 乔治亚点一下金冠 点少了骑兵的战亡人口 这边上去两台巨头 可能要被抓掉 这里莫拉斯人有点尴尬 正面的骆驼扛线扛起来 但是后方的僧侣也在着翔 莫拉斯帕的施度量实在太多 后面奴兵一直在射 扎生人转出了大洛马 开始要去量产 正面的骆驼已经死了一片 曹治亚人这波打得非常漂亮 后面的火箱也在继续输出上中 先放的莫拉斯帕就算送完也不亏 好 这波换下来 莫拉斯帕打出了一些优势来了 下方这块黄金也找不到 这个救命金啊 好 再这样继续打下去的话 莫拉斯人真的要多多利用自己的买卖了 三攻补下 现在化学还有15秒 好 解释思想还有30秒时间 三攻还有50秒 三攻补下 三攻也補下了拇指环 这里拇指环点下 好 再点掉这台投射车 这里有21只的火香槟 哇 沙拉斯人这边缺金的情况下 还要继续补生率啊 但是生率这边有范围补血 可以看到洛琢的血量慢慢在补 这个血量一直在跳 蛇群甚至补杀 他会招降火槽兵也OK 对人巨型头实际有点多 五台巨头 工程 这里拉了 哇 看到30寸的村民啊 在这边修城堡 五台巨头30寸 可能要35寸才修得起来喔 但是条件这边高地城堡 有伤害减远的效果 所以应该是有机会修得起来 好 这边再看一下火槍 然后配上莫娜斯帕 这边开始突破沙拉森前方的防线 这里当然洛琢在这边想要突破 莫娜斯帕的进攻 但是这里两边都在一直把兵力往中间补 两边打的不分上下 但是巨型头实机还在输出 后面的城堡硬生生的修了起来 但是丹尼尔这边的石头已经要归零 石头归零就意味着城堡不能修 就要买石头了 如果买石头的话 莫娜斯帕虽然就会下降 这波要是没有拆掉五台巨型头实机 乔治亚人可能会打出GG 卡特这时候补下了更多的大洛马 黄金也来到了见点 如果这里只能补大洛马的话 前方的战型就会打不赢 可是后方的城堡最终还是被打掉了 前方的巨型头实机要撤了吗 还是继续攻击后面的火槍兵呢 火槍兵这边稍微走A一下 莫娜斯帕赶快去拆除剩下的巨头 巨头被拆掉了两台 第三台也有机会 障碍实力非常高 最后的巨头也被拿下 完蛋了哈特五台巨头全部回了 一千斤就这样蒸发 那两边都是打到支援穷山水径的 后方这里也是死伤名片 哇这个多线 让哈特刚刚是不是死了一些村民 一点绿绿的 蓝蓝的 还是致敌村民 有点不太懂 刚刚后面是不是有一个多线 当年应该是有打多线 我们太专注在正面的战场 好那下方这两宫城堡 这个是刚刚头盖起来是不是 好现在还有三洞 可以继续出这个莫达斯他 好乔西亚这边转出了战毛兵 咦这个战毛是要打什么 现在沙拉森人一只奴兵也没有了 都是骆驼跟肉马 转战毛兵似乎不太好 好现在家里有少量肉马 开始打多线了 好萨拉森人这边经济也是来到极限 骆驼继续追穆拉斯塔 穆拉斯塔比较重装骆驼 还是有点打太赢 好战烈的村民书开始慢慢下降 但是现在是去舞台剧行头实际的萨拉森人 只能用基础资源去做交易买卖 房间也完全归零了 丹尼尔在下方还有五只村民在偷挖这块野矿 但是丹尼尔最后是打出了聚举 我们恭喜萨拉森人拿下比赛的胜利 哇这一波尴尬了 左边大肉马太骚扰 家里的农田也挡不太住 乔西亚人这边可以按肉马跟莫拉斯巴继续防守 但是这个血球会被越滚越大 而且萨拉森的后期买卖 就算没有今天情况下 买卖还是比乔治亚更优势一点点 最后是带了三根城堡 上了三柱箱结束了游戏比赛 那经济的部分稍微来看一下 经济的部分萨拉森是赢了 大概4000多支援 黄金虽然输石头也输 但最后是靠基础支援量 打下比赛的胜利 好啦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到这了 那如果喜欢这部影片 请记得把我按订阅 我们就下次再见咯 各位掰掰 请不吝点赞 欢迎订阅